今天我翻懂了我的菜谱 找了一道美食来做给大家看 这是我们家传统的美食 有固定的节日固定的吃 今天是中月十六 所以我们家每年这一天都要做这一道饭 意思是说该上学的要开学走了 该上班的要离开家了 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 就叫做没有湿只有远方 意思是很难过要离开家 今天我是用彩色的山药来制作这道美食 所有的食材都是彩色的 红的绿的都有 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上班的第一天 家长都说 浴室的一年你的生活是彩色的 现在山药已经装熟了 我们把它加上两尺糖 趁热融化 然后给它压泥压烂 没有这个小工具 你可以用擀面杖给它捣烂 这个去超市可以买到一百块钱这一个 我今天加的是橄榄枝 也可以加蜂蜜 这是我烤好的黑白芝麻 为什么要包芝麻里面 意思是说芝麻就是种子嘛 就是种的意思不管你上班上学 你都能种考第一上班工作好前途 这一个是芝麻馅 我用芝麻酱来做 现在把它团从一个圆圆的小团子 包起来很方便 其实现在这样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我现在一边做的一边吃 如果你家有老人给小孩没有长牙齿 这样做他们就可以吃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给他吃的 不用包外皮 不管是地瓜还是芋头 你就这样给他吃 加上芝麻加上糖调一调 一个个小团子 吃起来都很方便 特别是五六月的小朋友 吃起来非常方便 现在都已经团好了 我的面也醒好了 我们下面就要开始制作了 我们下面就能够吃 我们下来一OTHER 看起来 我们下一个圆圆 在我家里有一个圆圆 这是我们下一个圆圆 我可以把圆圆 我 你 我都可以 我 现在台山面团已经醒好了 我们就开始制作了 先把这块绿色的大面团擀成一张大面饼 给它切成正方形 因为今天我们要用它包装小船的形状 预示着远去的亲人 上学的上班的一路顺风 这样包起来也不是很难包 两头尖尖就是一条小船 包完了红色的馅料 我们来包黑色的馅料 把四条彩色的面团拧到一起 这个面团要包黑色的芝麻馅料 为什么要用黑色的芝麻馅料 就是说出门在外不一定适时顺心 但是生活总是彩色的 它会叫你一整年都顺顺翼翼 就像过年一定要吃饺子一样 就是涂个心安 这个擀皮就和饺子皮一样 但是它比饺子皮会更薄一些 因为它包出来的形状就是一个小元宝 常常有人问我 你怎么什么样的都会包 什么样的都会做 我就笑笑 我从济世起会玩泥巴 就跟着家人玩面团 我们家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 你想玩没关系 给你一块面团你玩 玩完了煮一煮你自己吃 所以从小对这个面团来说 真是信手拈来 现在就开始包 这个包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小元宝 很简单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 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玩面团 玩着玩着 他长大以后就对面团的习性 对面团的认识 自然而然 这个面在他的手里就变活了 想做什么 随便都可以做得出来 都不用去仔细的想 我觉得玩面团比玩粘土便宜多了 一盒粘土还几百块 面团玩完了 自己还可以蒸来吃 哇 我自己看着都是很漂亮 不知道你看着如何 现在我们就开始煮吧 水已经烧开了 这个煮要很简单 因为它里边的馅都是熟的 大概煮两分钟就好 浓浓的芝麻香 光用闻的就已经很好吃了 我分两锅煮 我煮的时候都会给它加上两颗蜜蜜蜜蜜 煮出来的汤汁 与浓浓的芝麻香的味道 非常好喝 哇 现在捞出来 透明透亮 真是太漂亮了 老公又说不舍得吃 先吃一颗尝一尝好吃吗 我来吃一颗尝一尝 酸酸甜甜香香 真的很好吃 剪开一个看里边的内馅 你看黑色的芝麻 这边是红色的芝麻 红色的山药跟芝麻 光用看着就太漂亮了 我无论如何怎么拍也拍不出现场的漂亮 让我做可以 让我拍真是拍的效果拍不出那么好看了 你们就凑合着看吧 黑色的芝麻馅真是太漂亮了 嗯 そう 容易感到这个片子 很重的 太厚了